大家好,欢迎收看焦点视频,社长贫运密码 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去了我个人专业,贫运社长刘东霖 因为现在股市风高浪急之余,也有些气息了 相信大家看到这一集,恒指仍然可以站稳16000点以上发展 大家去我的网页,看看我的财金资讯,说不定又发到一笔还财 至于这一集,我要讲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题目 冤亲债主,基本上冤亲债主是什么呢? 我们要怎样应对呢? 一听到冤亲债主,其实是可以赚很多钱的 你想不想送走你的冤亲债主呢? 你现在乌云盖顶,后面很多东西跟着啊 冤亲债主啊 但是不用怕啊,你今天出路就遇贵人了 让我闲运社长刘东霖,给十饼八饼 我帮你的冤亲债主全部超度升天,化为天兵天象 请多十饼,行不行?是不是这个题目吸引呢? 你是不是会被冤亲债主拖着走呢? 我们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遇到冤亲债主 又应该怎样解决呢? 不要错过了 大家留意这一集 耶! 好了,回来了 那先看看这个题目 今天呢,我是和大家说冤亲债主的 下面这两个啊 食鬼兽和鬼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如果大家有那么多年纪 也都对这个玄学有兴趣的 不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 年终都找不少师傅去算一下命啊 甚至乎问一下米啊 又会拜访一下法师啊 不多不少呢 一说到就说冤亲债主这四个者 其实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一听到这四个字呢 就会被解读成 就是说我们过去世 我们有很多世人 不知哪一世呢 譬如你是将军 或者你是一个厨师 你杀了很多牛 杀了很多人 做了很多坏事 那这些冤亲债主呢 那这些冤亲债主呢 他呢 就呢 身身世世都跟着你的 令到呢 大家都没有运行 每一个人都有冤亲债主的 他们的目标呢 就是令到我们没有运行 头头碰着黑 读书又不成了 做事又被人炒了 那些钱呢 找得来 找不到 也都洗光了 生意失败 总之呢 还要害到你 家破人亡 鸡毛鸭血 那这些冤亲债主呢 那些法力高强的师傅呢 用他们的方法 可能神功啊 又可能密宗啊 这样呢 就超渡他 或者打散他 当然呢 自己呢 也要念经 持咒 每天呢 回向给他们 又化解彼此之间的 冤仇 怨恨呢 那就 有运行 那样 大家都相信这套 是不是 那大家 就算去一些很正统的法会 正信的 不是骗人啊 不是什么性交转运 那些真是正经的 都会教大家 喂 我们要把刚才那场法的功德 念的佛明昊的功德 念的经共德 全部 回向给冤亲债主 那又怎样呢 回向 回向 接着那四句 若有建文者 释法菩提心 尽此一步生 同生 极乐国 那样 那样 其实我也有这样念的 但是呢 我就想 给大家 多一些 角度 大家 去想想 冤亲债主 究竟是什么 如果 冤亲债主 他们 他们的唯一 目标 他们生存 继续 去缠绕我们的目的 就是令到我们 架炮 人亡 仿佛 那才算 是吧 喂 那 冤亲债主的冤亲债主呢 那 冤亲债主的冤亲债主 没有理由被他们成功 向我们报仇 是吧 没有理由 只是他 可以向我们报仇 但是 冤亲债主 自己的冤亲债主 呢 为什么他又会被冤亲债主呢 可以成功找到我们 报仇呢 那样 是不是有这样的 大家会有 有没有这么想过 这个角度呢 还有根据这个 人的心理学法则呢 而我亦都不断 在这个焦点视频 在这个社长 行运密码的环节 不断强调信念 一念生万物 思想创造实相 有时的东西原来是没有的 你不断去想 不断去想 没有呢 都会有一个实质的东西 当你不断去做一些仪式 一些行为 去肯定冤亲债主 因为你每做一个功德 捐钱也好 做法事也好 你都要回向 超度自己 身身细细的冤亲债主 回向下 超度下 真的有一堆出来了 他不是说 做了那些鬼 或者什么 是我们 不断去回向 不断超度 不断去信念 那我们就被冤亲债主 四个字 鎖住我们 令到我们 好像还债那样 你想想 一个人 如果有还债的心态 做事 怎会精神爽你 做每一个功德 做每一个善业 就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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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是不会 畅所欲言 是不会 开心 成功得去哪里 冤亲债主 这个模式 你不断加强信念 不断加强信念 就栽了 在他们的手里 另一件事 给大家多个角度 我们 根据这个系统 如果你信有前世今生 也信有冤亲债主 在搞我们 那我们这一身人 一定要回向 还债 给他们 我们先積到善业 先積到功德 那才在这个 世间法里面 求财 求女 娶老婆 生子 我们 还要求财 才有善业 否则这些困难 就不断搞我们 我们又跪 又败 又捐钱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位师傅 说到七情上面 其实他未必说 每位师傅都识了 我们 但是他都信了这一套 他说起来 一定是七情上面 那我们又 对号入了 真是在想 人生 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 好了,有个高人告诉你 你之前行的衰运 所遇到的挫折 不是有这么巧的 是因为冤亲債主搞你 你前世是 什么将军,大元帅 张飞,关羽 杀人不眨眼,所以现在报应 然后你就想,是的 我们一相信是,那件事就已经发生了 因为我们终于找到自己 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欺负的原因 是因为冤亲債主,而又信了 那件事就是真事 那就麻烦了 不要这样想 另一个角度 非常重要的 我们好像債仔那样 不断去求这些 似有非有似无非部的冤亲債主 要求他们原谅 但是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呢 非常重要的这个点 这个点 我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做人做得这么久 有没有在言语上 在行为上 有心无心 得罪了人呢 是的 我们其实某程度 都可能是 其他人的冤亲債主 当那些人 得罪了我们的时候 很多方法得罪 譬如感情的创伤 赴了我们 握了我们的钱 说些不好听的说话 骂我们 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我们很生气 那正常人 当然是以牙划牙 以眼划眼的 但是当这些人 向我们诚心道歉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原谅他们 我们会不会原谅他们 如果是小器的 有仇必报的 或者 心 口说原谅 唉 没所谓啦 算了 过去就算了 但是心其实很生气的 那自己尚且 那么小器 成为人家的冤亲債主 那你不要指望 这些冤亲債主 会原谅自己 其实没有人有这个角度 整天就会觉得 人家 觉得自己负了很多人 有一个还债的心态 但是反过来想 其实 做人处事 多多少少 会得罪人 或者人 得罪我们 因为 当我们成为 人家的冤亲債主的时候 人家向我们道歉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原谅呢 就算他不是向我们道歉 我们 是不是都要 很欢容地去对这件事呢 如果不是的话 自己其身不静 自己去拿着仇怨 不去原谅人 不宽恕人 不宽恕人 那就麻烦 你就省回那些仪式 省回那些钱 因为你这样对人 人也都这样对你 好了 聪明的观众 我的支持者 粉丝学生 你们喜欢看我节目的 不喜欢看的 你看到这里了 就会更加明白 哦 冤親債主 怎样请走的 不就是放下 当我们自己 都可以原谅 一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 一些令我们受过伤的人 我们都可以原谅他们的话 我们不是他们的冤親債主了 我放弃追债的权利了 那自然 就不会有冤親債主了 那 说到这里 我和大家超渡了 很多小的冤親債主了 所以请货金了 那 焦点视频代收的 希望大家 不是希望 我要大家收到这个 topic 冤親債主 是什么来 怎样召唤他们 怎样驱散他们 你不断拜拜拜 拜这些无形无物的东西 但是 有没有想过 其实自己 都是人家的冤親債主呢 当我们都不肯去原谅 去放过 去宽恕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怎样寄望 这些无形的冤親債主 同样都会 宽恕我们呢 好了 这集 说完了 在这些无形 有这个心境 以后就没有冤親債主 以后就可以听起空堂 做人 创造 你们想要的东西 金银珠寶 女人事业 嫁个好人 什么都得 生个季子 好了 这集 说完 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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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software 感谢观看